Hello 大家好 之前呢我发布了几个视频 就是自己录的通过云台 通过大家的云台去录的视频 录的视频的时候 发现在上场的时候 别的平台提示我 还说我这个分别率比较高 主要是因为 之前上月吧应该是 录视频的话没有提示 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有提示我 分别率比较高呢 后来我就 就找这个原因 突然之后我就把云台这边去看了一下 因为我是大前天 把手机去重置了一下 就是重新刷机了一下 刷机了一下 刷机好之后 所有的东西都软件都随意下载 下载好之后 就发展它本身 它的AP 它默认的这种非辨率是 1280乘以720这个像素 所以说不是很高很低的 所以说因为在 而且我这个 录的时候两边 如果是我没有放到的情况下 那么两边它会 我会看见很暖 所以说如果我没有放到的话 看见很暖 那我放到了 本身就放到了 我才能 你们才能看见我后面是白色的 现在我把灯开一下 灯开一下呢 也许这个有阐光 有光线 也许会更坏 所以说我跟 我刚刚把我的去 设置给下 设置成了它 大量里面最高的是4K 设置给4K 就是我想测试一下 这次的话 这分辨率到底是 有没有提高 因为我记得之前 发布的时候 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有没有什么 它提醒我 分辨率低下 现在它提醒我 分辨率低 那肯定就是低 那这样有 出一个问题 就有转换 后来我在大家里面 把大家里面 去暖精看一下 速度都调到最快点 分辨率也是调到最快